男人本想带着美女学生跳河殉情 却没想到这是一辆大卡车袭来 将男人撞死带到了异世界 更离谱的是 还没等神官赐予男人外挂开始冒险 他又磕了一大瓶安眠药再次去世 这可把神官吓得不轻 幸好神官掌握解毒魔法 将男人救了回来 可男人非但不领情 还斥责神官多管闲事 他可没有成为勇者拯救异世界的使命 说罢就将地上淋散着的安眠药再次服下 原来小树林里突然冲出的卡车并不是人为的 据神官所述 那是异世界抽选卡车 凡是被判定为不幸的人 就会突然出现大卡车将他窗死带到异世界 从此过上无敌龙傲天的异世界生活 男主也真是服了 说到底这还是多管闲事 本来自己能和爱人一起浪漫殉情 却被这个狗屁世界擅自判定为不幸而转生到这里 这下独自一个人去世那才真的是不幸 为了让男主回心转移 神官决定告诉男主转生的好处 就比如技能满级拥有超能力啥的 可以看到男主的状态面板 神官一下子就猛逼了 神官依旧不可置信 试图搜寻男主是否还隐藏了其他技能 可翻找两秒半 也没能改变男主是个超级弱机的现实 更是看对方一个咳嗽就能要了半条命的模样 神官就提心吊胆 生怕这家伙还没出去出师点就挂了 于是连忙拉住正往外走的男主 向对方道歉 应该是搞错了才将男主带到这一世界 接下来的话 他起码得保护男主强大到 不被外面强大的怪兽一脚踩死才行 然而男主却表示这是他的人生 目前找到一个浪漫的埋葬点 才是最为关键的 听到这话的神官心脏开始剧烈跳动 他本来十分喜欢这份工作 热衷给穿越者们做新手之意 可这样的事情反反复复经历后 他就慢慢变成了只会对勇者 说些固定台词的NPC 可如今眼前这个人 跟以往那些穿越者都不同 打破了他的固定话术 也让他重新找到了自己 画面一转 男主就来到一片大草原上 突然一阵电子音响起 提示男主发现新地标 获得五点经验值 接着男主脑瓜子一通 就来到了等级二 也就在这时 身后一棵大树突然倒塌 男主上前一看 原来是一只树腰 捆绑着一个小猫 你不是冒险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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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今天是冒险者的形状 今天是冒险者的形状 哪里的女性 是冒险者 我听着吗 你能冒险者吗 我能冒险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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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冒险 再冒险 没 毫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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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是会吸取猎物生命力的死亡树妖 也就是说 在接下来两分半内无法逃脱的话 两人就会被吸成人干 相比于猫女的担忧 男主却是一脸的惬意 心想着终于可以解脱了 然而下一秒 诡异的黑色突然蔓延至树妖的全身 随后树身膨胀 忘了没想到树妖就这么被炸死了 直到系统电子音响起 男主造成300点伤害并升到第三季 小猫女才知道 眼前这个看似虚弱的男人其实带了一身剧毒 然而这么牛逼的人 却在一旁抱怨这次又没有死成功 猫女见状有些担忧 为了报答救命恩怨 她邀请男主去她家暂坐休息 这时男主才留意到手腕处的红绳 心想小琪应该也来到了这个一世界 那么她现在就不能死了 必须找到小琪 完成一起殉情的愿望 就这样 男主想要活下去的念头再次燃起 她推开教堂大门 再次回到这里让神官兴奋极了 刚想要扑过去白给 却突然发现男主身后还有一只小猫女 这才几分钟就交了一个女性朋友 真是可恶 神官崩溃了 怎么突然出现了这么多敌人 自然男主没在吃醋的神官这里问到线索 不过只要把这个异世界翻得底朝天 那么还是能找到小琪的 于是两人的冒险就此开始 猫女表示前面就是她家 然而就在这时 之后男主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好东西 躺在里面盖上板板就要进行午睡 没办法 两人只好拖着这一大口棺材前进 在安心地睡了一觉后 等男主从床上醒来时 却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城镇 得知他勇者的身份后 于是国王便亲自召见他 让他今晚可以休息在城堡里的卧室 但作为交换条件 他却想请教男主一件事 原来事实上 现在他正在为公主的事而发愁 明明已经快要到了结婚的时候 可关于丈夫选谁他却还没有丝毫头绪 一个是浪漫的爱情迎游世人奥托 一个是勇敢的战士哥麦斯 他必须要在其中尽快选出一个才行 只因最近魔物的活动愈加频繁 但他的身体却早已不如往昔 因此当务之急便是选出一个能主事的人 只是由于公主也没有什么主意 于是刚好趁此可以请教下男主 以勇者的见识相信不会有错 是选战士还是选卖畅的 但这可把男主给问傻了 这种事他又怎么可能知道 况且这可是决定国家未来的大事 并不应该问他一个只是路过的旅客 不过好在国王并没有介意 毕竟勇者来自异世界 难免会有些与众不同 巧合的是 当晚男主有些失眠 便想出去外面走走 可没想到才刚走出去 便发现公主就在此地 看到男主过来后 公主便问他湖泊是不是很美 沉默了两久后 公主便再次谈起了结婚对象的事 原来在他的心里很清楚 父亲是很希望他选戈麦斯的 毕竟对方不久前才刚来到城堡 就已经在士兵中闯出了威名 但银游士人奥托又是他的青梅竹马 每当他心情低落时 对方都会写歌唱给自己听 这也是他犹豫的原因 他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但听到此男主却只是笑了笑 没有急着接公主的话 反而说起了自己的往事 原来至今为止 他已经尝试过数次自杀 多次双重自杀 给家人带来了不少麻烦 但唯有一点不便的事 他从来都不会让别人决定自己的生活 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留下这句话后男主便离开了 但就是这么一句话 却让公主已经有了决定 第二天一早 国王便再次将男主等人叫了过来 原来他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 那便是公主已经清楚自己要嫁给谁了 考虑到国家的未来 女神猜测公主很有可能会嫁给戈麦斯 但小绿却不同 只因青梅竹马才是王道 不过国王却并没有吊人胃口 而是下一秒就让公主去站在选择的男人面前 并大声说出他的誓言 但让众人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公主走的方向却似乎有点不对 这种浪漫所带来的窒息感 瞬间就让女神昏倒了 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但这却正是公主的打算 原来在昨晚以后 她便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 虽然每当她低落时 奥托会给她唱歌 但仔细想想 似乎在她不低落时 对方也会来 反而经常吵得她睡不着觉 就比如昨晚就吵得她失眠了 因此她认为奥托对她的或许不是爱 只是想找个人推荐她的新歌罢了 至于不嫁给戈麦斯的原因 则是因为对方闻起来有些丑 但男主却不一样 是唯一一个问过她的意见 并尊重她的人 得知公主的原因后 就在男主想说些什么时 不想戈麦斯却突然摘下了头盔 原来她本来打算通过成为国王 然后将国家献给魔王 然而现在却因公主 识破了她的伪装而泡汤了 但当男主问公主是不是这样时 公主却傻了 原来她单纯只是闻着对方有些臭 但无论如何 既然身份已经暴露 戈麦斯也干脆将在场的人都杀光 也不用之前计划的那样墨镜 此时对付魔物的关键毫无疑问是女神 但无论小玉怎么拍也拍不行 而且更糟糕的是 在场的士兵看起来也都不忠用的样子 完全是单方面的屠杀 14级的格斗家 她本身也是有点真本似的 虽然对付眼前的魔物有些勉强 但她也只能硬上 就在她有些警惕时 却不想这时奥托竟要给她唱歌 原来她是高达89级的营游诗人 如此一来肯定能施加强力的辅助魔法 小玉本来是这样想的没错 但很快她就发现大错特错 原来奥托单纯就只是在给她唱歌 没有丝毫的辅助作用 就在这时戈麦斯也发起了进攻 于是小玉也顾不得气她了 很快就和对方缠斗了起来 只是虽然她的攻击是命中了没错 但结果却丝毫起不到作用 对戈麦斯来说 她的攻击就像是在挠痒 很快小玉就落入了下风 不出意外的话以她的实力 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但就在小玉准备拼死一战时 所有人都懵逼的同时 男主也解释正好公主和他都希望死去 那么如果牛兄能用那双华丽的脚来帮他们 简直再好不过了 这样公主也不用听愚蠢父亲的意思 然后脱离王宫这个苦海了 就在所有人都不可置信的时候 戈麦斯却乐了 虽然没见过还有人赶着送死的 但既然如此她也打算成全男主 然后再杀死国王将这座城市移为平地 听上去是不是很不错 但文言男主却表示随意 既然即将死去 那么这些琐事对他们来说便并不重要 然而听到两人的对话 不想公主的内心却动摇了 看到戈麦斯即将发起的攻击 也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公主才醒悟了过来 她还不能死 而是想活下去 并保护这个亡国的人民 但殊不知这却在男主的意料之中 She's really proud, 女士 所以我对她也应操作 这要是她,女士 叫她的伍劫 是不仅逓 人吗 人吗 我贝心 她的伍劫 太蒸泥一下 Hemo JILD 你不知 我在这关键时刻女神醒了过来 她的魔法相当克制魔物 趁着这个机会 小玉也发动了她的致命一击 在使用了自己的最强绝招后 便将牛兄给打飞了出去 掉到了外面的湖泊里 经此一事后 国王也顿时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 他险些就将女儿送入恶人手中 并且还差点让整个国家都随之陪葬 但不想公主却没有怪罪于他 因为也正因如此 让他明白了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 接着没过多久 国王便宣布了一件大事 那就是将王位传给公主 一个16岁的女王陛下诞生了 而这时的郑主则已经悄然离开了这里 不过对于刚才发生的事 她也有些感慨 作家的身份让她不由自主 就想到了一句话 一世间都想成为勇者 可男主却只想成为死者 每天都躺在棺材里想着怎么才能死掉 可就是这么一个重度抑郁的男主 却让负责接待转生者的神官辞去工作 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帮男主拉棺材的牛马 然而就在吉尼和泰美拉着男主 前往其他神殿寻找男主女友的下落时 一头巨龙却拦住了众人的去路 见状吉尼和泰美也都有些猛逼 不明白这头地表最强魔兽 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就在这时 一个斗篷女缓缓走过来 三言两语就让狂暴的巨龙冷静了下来 看到对方竟能驯服巨龙 吉尼和泰美也都有些好奇对方的身份 然而女孩却警告两人 这附近有很多魔兽 所以他们最好还是赶快离开这 更何况他们现在已经出现了伤亡 反而听到男主是转生者 女孩却立马换了一张面膜 打算直接杀了男主 因为他最痛恨的就是这些异世界人 说罢便直接一发激光炮朝着几人射了过来 虽然吉尼用护盾连墙挡了下来 可还没撑两秒半 她的护盾就被激光给封碎了 而这一击也让吉尼和泰美受了重伤 但看到还在一步步逼近的女孩 两人又重新站了起来 说什么他们也不能让对方伤害到男主 然而女孩却只是一个眼神 就用无形的威压让两人跪在地上无法动他 而看到对方脖子上的印记 吉尼也终于知道了女孩的身份 因为那正是专属于魔王的印记 也就是说 眼前的女孩就是这个世界的最终宝 就在吉尼两人感到绝望之时 男主也终于站了出来 让女孩杀了自己放过两人 反正他本来就打算寻死了 杀了他就当是做好事了 文言女孩也没有废话 直接一爪捅穿了男主的肚子 接着在男主倒在地上之后 女孩也直接转身离开了 而已经没了任何力气的吉尼泰美 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孩离开 可就在这时 男主却又再次站了起来 告诉女孩他曾经也有过要捧人的想法 但实际却只做到了给对方送一封威胁性的地步 而男主之所以告诉女孩这些 就是不想让女孩因为仇恨而失去自我 因为他能清楚地看到女孩眼中的悲伤 文言女孩也有点慌乱 胆忙骑着巨龙离开了这 看来后宫又要加一了 至于受伤的三人 则是被吉尼的使魔给带到了其他神殿 于是在这所神殿的神官的帮助之下 三人也成功保住了一条小命 然而男主在恢复过来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到城镇中买了一瓶毒药 不等老板介绍完用途 男主就直接一口喝了进去 而眼看男主已经完全康复 金妮也向神官打听起了男主女友的下落 然而神官却也没听说过小琪这个名字 而且和这些相比 神官更在意的是金妮也是个神官 为什么会和异世界人混在一起 原来这个神官十分讨厌男主这些转生者 因为他们总是仗着自己有神明赐予的能力 就到处胡作非为 而就在神官向金妮吐槽时 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站了出来 然而金妮却表示男主和他们不同 因为如果没有男主 也就没有现在的他了 正是男主改变了他过去一成不变的生活 看到金妮一脸花痴的模样 作为闺蜜的神官也很是无奈 只好警告金妮最好离男主远些 因为她那张脸一看就知道是毁灭性人格 如果和她待在一起 金妮迟早会被男主给毁掉了 而就在两人谈话间 男主也走了过来 神官也真是服务 好奇男主究竟有怎样的能力 能让金妮对他这么死心塌地 于是金妮便将男主刚刚挺身而出 从魔王手中保护了他们的事情说了一遍 听到此话神官直接傻了 不明白金妮到底在说什么 因为魔王早在两天半之前 就被其他转生者给消灭了 而此时的魔王城内 勇者在打败魔王后 也还留在魔王城中折磨着魔王的坐骑 随后金妮也将此事告诉了太美 而这也把太美高兴坏了 这下世界终于和平了 至于那女孩究竟是谁 他们才懒得去管 反正魔王死了 身为勇者之一的男主 也就不用去打败魔王了 而男主也是同样懒得缺小这些 此时他正在为没有写作的灵感发愁 见状金妮赶忙提议男主 不如把他和男主的冒险写进书里 而且和金妮的故事相比 男主倒是觉得与魔王女孩相遇时的事情 反而让她的灵感如泉涌一般 要是类似的事情再多发生一些就好了 文言金妮也提议男主到街上去逛逛 正好他有些东西要买给男主 说吧便带着男主来到街上 给他买了一副盔甲 将男主包裹了起来 毕竟不知何时何人就会突然袭击过来呢 接着金妮便给男主戴上头盔 将他独自留在原地 拉着泰美一起逛街去了 没一会路过的神官也发现了男主 于是劝着金妮不在 神官也劝男主最好把金妮移除队伍 因为他作为神官和转生者待在一起的话 迟早都会发生不幸 然而面对神官的请求 男主却选择一笑而过 毕竟金妮又不是龙中鸟 他可不想插手别人的人生 文言神官也有些愤怒 可就在他准备斥责男主时 之前的rapper和另一个转生者 却在一旁的广场发表起了演讲 向市民宣布了魔王被他们转生者击败的事情 而听到下面传来的欢呼声之后 黄毛也进入了正体 表示他们的世界能够迎来和平 全都是他们这些转生者的功劳 所以他要开启一个由他们转生者统治世界的新时代 而他要做的第一步就是统治这个城镇 就在这时 rapper也发现了人群中的金妮和太美 Suzuki-san アイツス 俺に暴攻加えたエルフ アイツス 天使 暴攻 误 误解です 私たちは暴攻なんて Zauber-Bergを救うために戦った勇者に暴攻と 悪い子だ いい子になれ 问是什么生物 只要被他摸到脑袋 就会成为他的奴隶 而且对象的思想越是单纯 技能生效的也就越快 看到对金妮动手动脚的rapper 太美也看不下去了 可就在太美准备给他一拳的时候 一双手掌却放在了他的脑袋上 于是太美也成为了黄毛的奴隶 看到身为勇者的黄毛如此滥用能力 曾接引他的神观也看不下去了 表示他们是绝对不会去服于黄毛的 文言周围的民众也纷纷表示赞同 见状黄毛的脸色也阴沉了下来 既然不愿意臣服于我 那我就将整个王国毁掉 然后再重新创造一个新的王国 说罢便让手下的魔物们朝着他们冲了过去 而黄毛则是趁乱占据了神殿 打算将其作为自己以后的城堡 另一边 太美则是在疯狂攻击着被铠甲包裹的男主 对此男主也很是无语 果然金妮说得很对 不知道何时就会对何人攻击呢 就在男主感叹时 太美也被自己一拳 被着头盔反弹回来砸中了脑袋 接着男主将太美装进 写着注意猛猫的木桶后 神官也被打飞到了男主身旁 见状男主也不禁调侃了起来 没想到这么快他们就又见面了 没有理会男主 神官反而给男主讲起了黄毛的故事 原来黄毛刚来一世界时 还是一个胆小又老实的人 结果在获得神明赐予的外挂能力之后 就突然开始嚣张跋扈了起来 文言男主也对黄毛产生了兴趣 身为一个作家 他觉得黄毛给了他很大的写作灵感 于是便决定到神殿去见见黄毛 打算将他作为主角创作一部作品 对此神官也很是无奈 只能跟着男主一起过去 因为他也知道男主没有任何超能力 炉子前去只能是送死 接着两人来到神殿之后 神官也将黄毛的能力告诉了男主 然后询问男主有什么作战计划 就在说话间 男主也掏出了一瓶毒药 见状神官也松了一口气 看来男主并不是一个有眼灵谋的莽夫 神官也真是服了 只能硬着头皮跟着男主走进了大门 在得知男主准备以自己为原型写一部小说后 黄毛一开始还以为男主是为了拍他马屁 来歌颂他的 却不曾想 男主只是单纯对他获得强大力量后 沉溺欲望而堕落的精力感兴趣 对于黄毛来说这简直就是侮辱 于是便打算直接处死男主 看到狼群冲来 男主还在认真记着笔记 神官也很是无语 只好推开男主帮他对付起魔狼 可趁着神官被魔狼拖住之时 黄毛却操控魔狼使用火球对准了一旁的男主 而此时神官也根本无暇顾及到男主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只头盔却突然出现在男主面前 而操纵头盔的正是基尼的始末 男主这才想起基尼曾说过 这头盔是可以反弹触境魔法的 黄毛让他淡定 因为刚刚那些只不过是开胃菜把 说完便让身后的狼王朝着男主扑了过去 然而男主的身体可是有剧毒的 一口咬在男主肩膀的狼王 很快就被染上了剧毒 这下神官也明白男主为何要喝毒药 Rapper也被吓得转身就逃 然而黄毛却并不打算认输 因为他还有基尼这张最后的王牌 接着黄毛便递给了基尼一把短刀 让他杀了神官两人 因为是自己人的缘故 神官也不好对基尼下手 于是只好让男主先离开这 可没想到男主只是淡淡一笑 随后便直接来到了基尼身边 因为他知道基尼并不是软弱的女性 怎么可能甘心成为黄毛的奴隶 文言黄毛也笑了 因为她的能力根本无解 文言基尼握刀的手也指不住颤抖了起来 更是无视黄毛让他杀了男主的命令 直接举起短刀 一刀刺在了自己的大腿之上 而痛觉也让基尼恢复了意识 见状黄毛也彻底崩溃了 没想到自己的能力居然就这么被解除了 于是没了任何手段的黄毛 也捡起刀子准备一死了之 然而男主却将他拦了下来 而在绝望之中 黄毛也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了男子 原来在上学时 黄毛就像是狗一样 饱受同学们的欺负和嘲笑 然而在被一世界传送器传送到一世界后 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在发现自己拥有奴役一切生物的能力后 黄毛也开始不吃牛肉了 只要有人敢惹他 他就让其成为自己的奴隶 成为勇者拯救世界 拯救个屁 他一个曾经受尽欺负的窝囊粉 突然获得了超能力 怎么可能去拯救这个陌生的世界 听完黄毛的故事 男主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以黄毛为原型的小说终于完成了 勇者としてこの世界で生きることを望まれながら その心の弱さ故に英雄にもまして悪寒にさえもなれなかった悲しき男の物語だ 大して勇者失格 いいや 異世界失格 素质的 鈴木君 君のおかげで久々に 満足のいく作品がかけたよ 但是 残忍的事 现在还没有 傑作 接着黄毛的脚下便出现了一座法阵 而这个法阵 对于专门负责借引转生者的金医和神官来说 也是在熟悉不过了 因为这正是召唤转生者的魔法阵 接着在金医和神官震惊的目光中 黄毛也消失在了法阵之中 见状基尼和神官也傻了 没想到男主的能力居然是逆向传送转生者 而基尼也发现男主觉醒了一个说书人的技能 但一转眼这个技能又消失不见了 从这次出发条件来看 显然男主这技能是专门针对转生者的特殊技能 想到这神官也立马明白了一切 男主肯定就是为了对抗这些变坏的转生者 才被神明给选中转生过来的 而在黄毛被传送回去之后 那些围攻村民的魔兽也都纷纷清醒了过来 然后便转身离开城镇回到森林里去了 而被关在木桶里的太美也同样清醒了过来 不过木桶上那注意猛猫姐的大子 却让太美有些生气 随后男主也向神官要了一副新棺材 打算就此离开这个城市了 而在临走时 神官也嘱咐金明以后要保护好男主 因为如今魔王已死 滥用能力的转生者肯定也不在少数 所以男主的能力将对以后的世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接着在告别时 神官也询问起了黄毛的事情 别人被弓箭对准时都是怕的要死 而我们的男主却是开心的要死 原来男主本身就患有十分严重的抑郁症 可一心求死的他却怎么也死不定 于是就整天躺在棺材里 把自己当成一个死人 被两个妹子拉着在异世界中到处瞎光 这天金明和太美拉着男主来到一个村子时 一个叫阿坤的小哥叫住了两人 因为看他们两人拉着棺材 阿坤以为他们是在冒险时遇到了危险 所以想要为两人提供一个保镖的服务 而且只需四万元 他就可以给两人介绍一个来自异世界的勇者做保镖 这样一来他们以后旅行时就会安全很多 文言太美也有些无语 因为从黄毛和rapper这两个转生者来看 他介绍的转生者恐怕也不是什么好鸟 可就在太美准备拒绝时 金明却直接掏出了钱 而阿坤眼看金明已经上套 也赶忙表示他们这钱花的绝对超值 毕竟他们的队伍中已经有人牺牲了 以后有了勇者的加入 肯定就不会再发生这种情况了 接着太美也把男主是转生者的事情 告诉了阿坤 但阿坤却死活不幸 毕竟哪有勇者会是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 随后阿坤将金明的钱收起来 告诉他们勇者 待会儿就会到旅馆中找他们之后 便向几人告辞了 然而金明在旅馆中一直等到了晚上 也不见阿坤说的勇者过来 而旅馆老板得知情况后 也告诉金明他被骗了 原来阿坤是村子里赫赫有名的骗子 经常用勇者做幌子来骗外来人 文言金明也瞬间炸了 而对于阿坤骗人的事情 村子里的人也教育过他很多次 但阿坤从小就是一个孤儿 村子里根本就没人能管得了他 所以他们也很无奈 而另一边阿坤刚刚擦拭完他心爱的大宝剑 正准备抱着大宝剑睡觉时 一张不突然从背后蒙住了他的脸 而等他再次醒来时 将他绑架的三人已经在瓜分他的钱财了 见状阿坤也是相当气负 表示自己如果出了事 他的转生者伙伴可不会饶了他们 可听到此话对方却笑了起来 因为他们三个就是阿坤口中的转生者 而他们之所以找上阿坤 就是因为他借着他们勇者的名号 到处招摇撞片 说完男人便将用能力变换出的 勇剑对准了阿坤 然而就在三人准备对阿坤 进行正义的惩罚时 男主却突然出现 让剑男的剑射在了铁男的脚上 这时绿眼男也通过能力 看出男主也是一名转生者 但奇怪的是 男主并没有任何能力 就连生命值也只有一点 而且还正处于中毒状态 文言剑男也松了一口气 原来只是在虚张声势 何瞎是你弄死的 疲惑的 真无能力 哪里 之后 哪里 真无能力 真无能力 生命力 大雀 是 大雀 恐懒 大雀 此地 你 那 那 在 而在赶跑几人之后 男主也劝起了阿坤 让他找个正经的视作 以后别再以骗人为生了 而说完这些男主也直接离开了 第二天 金妮和泰美准备拉着男主离开村子时 也发现一项睡不着的男主 今天竟然打起了瞌睡 这下金妮也不禁怀疑了起来 就在这时 阿坤也走了过来 看到这个骗子居然还有脸过来 泰美也瞬间炸 可就在他准备教训一下阿坤时 阿坤却告诉他 自己并没有骗人 因为自己就是要介绍给他们的赢者 于是就这样稀里糊涂的 阿坤也成为了男主队伍中的一员 另一边 负责接引转生者的神官们 也在中心神殿开了一场会议 因为如今魔王已经被勇者所打扮 教皇已经解除了和异世界连接的魔法阵 决定以后将不再召唤新的转生者 虽说这样他们以后的工作会变得十分轻松 但现在却出现了新的问题 原来将魔王消灭的七个转生者 如今却占领了魔王的领导 向全世界发表了宣言 打算利用神明赐予的力量统治这个世界 也就是说 如今的勇者已然成为新的魔王 而这场会议 就是为了商量对付这些堕落勇者的对策 闻言神官也想起了男主 因为当时他可是亲眼看到男主 将黄毛勇者给送回了原本的世界 或许他那能将转生者送回原来世界的能 就是拯救这个世界的唯一希望 而听到此话 一直没有现身的教皇也走了出来 让神官详细说说男主的事情 而另一边的男主 却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这个世界的救世主 更不知道他苦苦找寻的女友 就是灭掉魔王的七位勇者之一 只知道在棺材里睡醒之后 又被三人拉着来到了一座新的城市 而这里也正是太美的家乡 但吉尼却发现 这座城的守卫似乎有点森严 看起来好像不太好近的样子 闻言太美让吉尼放心 因为他在这里还犯小有名气 守卫他也都认识 完全可以刷脸进去 然而守卫在看到太美之后 却立马掏出武器将几人围了起来 可一心求死的男主 却是开心的要死 想到各种各样的哭泣 甚至还不自觉地发出了笑声 对此阿坤也是相当无语 他可不想在这里能死 于是便用铁丝撬开了牢门 见状男主赶忙拦住阿坤 让他赶快把门关上 因为他还没体验过死刑到底是什么感觉 阿坤也真是服了 可就在他吐槽时 吵闹声也引起了守卫的注意 于是还没来得及越雨 三人就又被抓了起来 然而男主在意了却是 但这也不是守卫能决定 于是他们便将男主等人带到国王面前 让国王给他们定罪 而国王也认为他们三人该死 因为绑架本国公主本来就是死罪 就在金妮疑惑他们什么时候绑架公主的时候 太美也走了进来 原来太美竟然就是这个国家的公主 可太美在把情况给国王解释了一遍之后 国王也仍要处死男主等人 而目的就是为了让太美以后别再乱跑 乖乖地待在王宫之中做好她的公主 并表示太美如果答应的话 他就将男主等人无罪释放 于是为了保住三人的小命 太美也只好答应国王 随后在感谢完三人这一路的照顾之后 太美便一脸伤神地离开了 而国王也遵守承诺将三人给放了 可就在金妮和阿坤吃饭庆祝时 男主却因为又没有死掉 而显得有些消沉 在一旁疯狂地炫着安眠药 而神官也同样有些唏嘘 没想到太美的身份竟然是公主 自己过去居然对他做了那么多无理的举动 而几人的话也被上菜的服务员小姐姐听到了 在得知几人是太美的朋友之后 小姐姐也连忙表示 自己曾在太美身边做过一段时间的事 所以想和几人打听一下太美的进口 然而在得知太美被国王强行带回王宫之后 小姐姐却显得有些伤神 见状身为作家的男主也顿时来了兴致 看来他很清楚太美和国王之间的事情 于是便让小姐姐给他讲一下两人的故事 想要以此为气来创作一本小说 与此同时 太美在望着月亮思念男主时 却发现对面的楼顶 一口咬出了一个大洞 而等国王闻声赶来时 一个红毛也正坐在王位之上等了他 而他正是消灭魔王的七位勇者之一 这一切也正是他的手笔 至于他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为了将这个国家吞噬殆尽 顺便尝尝女性受人的味道 听到此话 国王手下的士兵也立马扳出了战斗姿态 毕竟这里可是五支国 怎会容许他如此放肆 说罢便朝红毛冲了过去 然而红毛却十分淡定 而在将士兵吞噬之后 红毛却只是咀嚼了几下 就立马吐了出来 虽然他的能力是暴食 但对于食材他可是十分挑剔 这些肌肉发达的士兵 吃起来又硬又柴 根本就难以下咽 健壮国王也知道 这些士兵不是红毛的对手 让他们退下之后 国王也解除了身上的枷锁 打算让红毛尝尝他兽神拳的厉害 健壮红毛也来了兴致 随后直接发动能力 对着国王啃了过去 而国王也果然有两把刷子 一脚将嘴巴踢开之后 直接一个闪身 便来到了红毛面前 健壮国王也有些猛逼 没想到自己这一招 居然丝毫没有伤到对方 红毛表示 这一拳如果是之前的他 刚刚那一下他肯定就死了 但可惜前几天他正好吃了不少的石头人 让身体便硬了不少 文言国王也卸掉了手臂上的腹肿 打算使出奥义认真一拳 一击将红毛击杀 然而就在国王准备动手之时 赶来的太美却打断了两人 健壮红毛也立马兴奋了起来 听到此话 太美也陷入了痛苦的回忆 而另一边的小姐姐 也把原委告诉了男主 原来太美还有一个双胞胎哥哥 而国王也一直都将他的哥哥视为继承人 但因为十年前的一场事故 夺走了他的哥哥和母亲的生命 而国王也从此陷入了抑郁之中 于是为了让国王重新振作起来 太美便剪去长发 打算替代哥哥成为父亲的继承人 然而身为一介武夫 国王却始终无法摒弃女不如男的观念 认为太美根本就没办法替代他的哥哥 于是两人之间的关系 便产生了巨大的鸿沟 虽然关键时刻 国王及时赶来将太美一把推开 但他的拳头也被红毛给吃掉 而在看到红毛口中的手指之后 太美也终于反应了过来 然而太美越是愤怒 红毛就越是兴奋 可就在他准备享用主动送上门的美味时 一旁的大臣却突然冲过来 将太美打魂之后给带走了 而红毛也并没有去追 反正老的还在这小的肯定还会回来的 更何况他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而另一边 听完太美和国王的故事之后 男主也离开了餐厅 就在这时 大臣也带着太美赶过来 可就在大臣向众人说明情况的时候 王公中却再次传来了巨响 只见红毛将王公轰出一个大洞作为演讲台 带着被打成重伤的国王 向所有受人发表了宣言 表示这个国家以后将由他来统治 以后男人就继续辛苦劳作 而女人他则是要全部当成食材圈养起来 然后一个一个的吃点 此言一出 立马就有人不服了 拿起石头就朝红毛丢了过去 而他的下场也可想而知 红毛直接一口就把他给吃掉 随后红毛也觉得自己有些重女轻难了 表示如果有男性愿意被吃的话 他也是可以接受的 毕竟他们也肯定想和家人在一起 到时就在他的胃里团聚吧 闻言众人也是吓得四散而逃 有了刚刚的前车之鉴 根本就没人敢反抗 而红毛也没管他们 反正他早就让魔物将这里围了起来 他们想跑也跑不掉 而听完红毛的演讲之后 男主也决定亲自去见见这个红毛 于是便带着基尼和阿坤直接来到了王宫 看到守门的诗人魔 基尼本来是打算硬闯的 可却被男主给拦了下来 文言两个诗人魔也傻了 没想到还真有人这么变态 愿意主动被人吃掉 于是他们也只好将几人先关进牢房 然后向红毛禀报一下 不过男主这次可不是过来送死 在诗人魔离开之后 男主便拿出了阿坤帽子里的铁丝 让阿坤把牢房的门打开 打算开始下一步行动 另一边 大臣只是去给太美帮了婉州 转头就发现太美不见了人意 不用想也知道 他肯定是去找红毛报仇去了 你听到你耳朵了吗 嗯 他可以根据自己吃掉的肉 获得对方的技能 这个技能也就是刚才吃了 不往手臂获得的 所以在将小猫吃掉前报时 要用其父亲的能力将他撕虑 与此同时太宰几人 已经逃离了牢房 来到了女王的房间 紧接着便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 开始翻箱倒柜 遇到锁着的柜子 就让尼尔兰撬开 果然女王的日记 就放在这个地方 而另一边小猫 已经被报尸打遍体鳞伤了 听着这段话 小猫也进入了回忆 小时候因为自己是女孩子父亲 就不允许他学习武术 反观自己的哥哥 要继承下一院国王 总是被父亲单独抓起来练 就算不擅长战斗 哥哥也总是努力训练 他明白必须要快点变强 才能够像父亲一样 保护妹妹和母亲 接着小猫拖着重伤的身体 再一次站了起来 看到对方这么有活力暴食 也愈发兴奋 每当他吃下这种肉 就会有种奇妙的感觉 他甚至觉得上一世 度过的那些可悲的日子 都是为了今天 在原来的世界 他是一个富二代 每天都无所事事的 在豪宅中待着 但时间久了 他却觉得心里愈发空虚 直到有一天 他想感觉自己是否还活着 本以为他要自残 结果他竟然反手 拿起餐具冲向了一旁的女子 就算这样 他也依然没有得到满足 来到外边 乞丐也都羡慕他这么幸运 紧接着就被一世界卡车 转移到了这个世界 现在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暴食还想用能力将太太吃掉 但他的能力却一直不为所动 直觉告诉他不能吃掉眼前的男人 随后安妮特两人 从后方将暴食包围 只要此时太宰写下暴食的故事 就能将他送回原来的世界 此话一出也彻底激怒了暴食 瞬间的怒气将周遭的一切全部吹飞 这时小猫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如果当时没有坚持战斗父亲 也不会丢掉手 随后太宰将他写给小猫的故事 拿了出来 当他翻开第一页能力也随之发动 从女王的日记以及电源讲述的故事中 太宰已经了解了小猫的心态 在经历了家庭悲剧之后 为了振奋父亲的精神 小猫试图取代他的哥哥成为国王继承人 但他真挚的感情却没被父亲理解 相反还成为了两人之间的隔阂 在这样的过程中 小猫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但他的母亲却告诉过他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的生活只属于你自己 你应该按照你认为合适的方式生活 就这样太宰解开了他的心情 小猫也因此展开了那个封印已久的技能 小时候他就有过神兽文章的迹象 但由于父亲反对他学习武术 最终小猫也没有让哥哥把这件事说出去 实际上国王一直都知道 但他也没有引导女儿 从那以后小猫的能力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此时太宰只是在角落默默地看着小猫表现 然而因为暴时吃掉了国王的手臂 因此他也会用这个技能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小猫压根就不按套路出牌 上来就是一个头锤 小猫也因此力竭倒在了父亲的怀中 太宰也将女王的日记还了回去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已经结束的时候 暴时又以蜈蚣的形态再一次站了起来 就连他都没搞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复活 随后才想起来当时击败魔王后 他吃掉了魔王的一些肉 身体中から力が止めどなく溢れてくる 僕はついにこの世界の頂点捕食者になったんだ 我にだかつけてまい え?この王が確かにやつを 煙霧散去瓦尔才发现当时被他掏心的太宰竟然还活着 接着太宰问他杀掉一个仇人的感觉是不是会好一些 可瓦尔只是留下了一句 下次一定会杀了你就离开了 事情结束后太宰三人也准备离开这里 小猫则是为了听父亲的话 选择老实当一个公主 然而国王也因为这件事解开了 心结同意的小猫外出旅行修理 突然小猫当着父亲的面脱下了裙子 原来他早就做好了准备 一路上太宰还在埋怨尼尔拉棺材布露 安妮克和小猫 这天男主等人来到了一棵生命之树的脚下 因为听说这棵树会给予来访者祝福 基尼便决定带着男主过去欺负 看看能不能治好男主的抑郁症 然而当众人来到神树脚下的村子时 却发现村口就是一家赌场 而且恰好撞到一个赌输的赌徒 被人当场斩鸟的场面 见状基尼和太美也都有些傻眼 因为他们清楚地记得 过去这里还是一个宁静祥和的村落 怎么突然变成了这副模样 男主告诉他们 这就好比水势会随着容器而改变形状一样 或许这就是这个村子所选择的现实 这时男主也发现 手中的安眠药已经吃完了 而就在男主惊慌失措时 基尼和太美也决定去找村长问问情况 随后便带着正在尝试吃石头自杀的男主 来到了村长的家中 结果一问才知道 那个赌场原来是转生者们开设的 而且神树上那原本有着止痛作用的叶子 也被他们制作成了大麻 如今神树也在他们的剥夺之下 开始逐渐枯萎了起来 而在说完情况之后 村长也向几人发布了委托 想要拜托几人把村子恢复原状 然而面对接受和拒绝这两个选项 男主却选择了第三个 让村长先把他的安眠药瓶子给恢复原状 文言众人也都有些无语 就在这时一个黄毛走了进来 接下了村长的委托 而他也和男主一样 是一名有着外挂能力的转生者 但和男主以及其他转生者不同 他是真心期望让这个世界恢复和平的 所以他非常愿意接受村长的委托 见状身为神官的精英也感到十分惊喜 可就在他准备叫上男主 和黄毛一起拯救村子时 却发现男主不见了 原来没了安眠药的男主 突然觉得自己的身心都在变得健康 所以他便想在村中找个地方 让自己继续堕落下去 很快男主就在一个山洞中 找到了一群正在冒烟的瓶君子 可就在男主打算来上一口时 一个名叫爱谢的小姐姐突然拦住了男主 表示他可以带男主去一个更快乐的地方 随后他便把男主带到了自己的酒馆 而男主也没有拒绝 反正自己只是一个寻死之人 喝酒喝到死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而在得知男主的情况之后 爱谢也决定给男主跳上一支舞 来让他进入甜美的梦乡 另一边 正当吉尼在为男主的不辞而比 而感到伤心之时 爱谢也带着睡着的男主回来了 见状吉尼直接就炸了 没想到男主居然是去找别的女人循环去 然而爱谢却并没有领会吉尼 在将男主放下之后 便离开了这里 看到又一个人被魔女爱谢废掉 村长也不自觉地叹了口气 而村长之所以把爱谢称之为魔女 还要从两年半前说起 原来那些堕落转生者 刚来他们村子盖赌场时 他们村民因无力抵抗 也只能选择闭嘴服从 然而爱谢却在赌场旁边开了一家酒馆 奉承起了那些转生者 并靠着酒和五字诱惑转生者赚了不少钱 所以从那时开始 村里人便将他叫做背叛的魔女 而黄毛也相信了村长的话 将爱谢也是为了他将要正义制裁的目标 闻言村长也激动地拉起了黄毛的手 你特娘的才是真正的勇者啊 这也太可靠了 然而一旁装睡的男主 却知道这一切和村长说的完全不同 第二天一早 男主便准备再次前往爱谢的酒馆 吉尼本来还想劝说男主 可黄毛却阻止了他 表示男主已经被魔女疑惑了心智 因为他昨晚的五字 自己难得地做了一个美梦 可爱谢却调侃男主 让他朝神术许个愿望试试 说不定以后每晚就都能做个好梦了 原来这神术还有一个传说 每当神术的精灵飞舞着从天而降之时 那些弱者 以及酒病缠身至人的所愿都会得以实现 并获得救赎 可听到此话 男主却反问爱谢 难道该得到救赎的人 不应该是你吗 因为他能清楚地感受到爱谢的忧愁 闻言爱谢也有些心虚 可就在这时 那些开设赎场的堕落转生者们也走了进来 见状爱谢也赶忙起身给他们拿酒去 而在这期间 赎场的人也开始教训起了在赎场赌输了的转生者 原来他们的赎场只对转生者开放 并没有危害到平民百姓 但这附近的转生者们 如今已经被他们榨干榨尽了 于是为了未来的发展 老板也决定将魔爪伸向附近的村民 而听到此话爱谢也有些生气 毕竟他们之前就已经约定好 赎场只对转生者开放 绝不对村民出手 为了这件事 就在这时地面突然一阵晃动 等几人赶出来一看 发现赎场已经被黄毛给拆掉了 见状小老弟也气坏了 当即就要带着小弟攒黄毛 然而黄毛却丝毫不慌 看到黄毛这么牛逼 这群堕落转生者们也只好暂时撤退 而黄毛也并没有去追 可就在他准备对身后的爱谢也进行制裁时 爱谢却对他表示了感谢 感谢他救了这个村子 见状黄毛还以为他是怕 于是便让他以此为解 以后洗心革面地活下去 这时村民们也围过来为黄毛欢呼了起来 可当他们看到黄毛身旁的爱谢后 却立马换了一张面孔 黄毛本来还想替爱谢解释一下 可村民们根本就听不进去 让爱谢这个不知羞耻的背叛者滚步村子 见状男主也看不下去吧 站在爱谢身前质问这些村民 难道你们就是这样对待为了保护村子 而不身份占之人的吗 他每天晚上在酒馆讨那些转生者的欢心 不就是为了不让他们加害于你们吗 要是没有他在的话 这个村子早就被那些转生者给祸害完了 若要说谁才是这座村子的救世主 那也应该是爱谢才对 然而村民们却认为 男主是被魔女迷惑了才会说出这种话 仍吵着让爱谢滚出去 见状爱谢也让男主不用再争辩了 随后在向村民们说了一句对不起之后 便转身离开了村子 而在他离开之后 这些村民也将爱谢酒馆里的酒搬了出来 然后开启了庆功宴 而看到这些村民强盗般的举动 黄毛也有些怀疑人声 男主告诉他 正义与邪恶的交界线其实是非常模糊的 但大多数人却把他们区别开来 并坚信自己才是正义的一方 就像少数服从多数的原理一样 即便你做的是对的 正义也只会站在人数多的一方 就如他所看到的一般 这座村子自己赶走了自己的守护神 说罢男主便也转身离开了村子 而在男主等人离开之后 村长也找上了黄毛 表示他们准备接手那些转生者的大麻声音 因为他们也很清楚 那些转生者利用神术的叶子赚了不少钱 他们也不能白白浪费神术给予的恩惠 因此他们便想聘请黄毛来做他们的保镖 而另一点 在离开村子之后 男主等人突然注意到了远处快速枯萎的神术 显然神术也看不下去这些村民的行为 而开始了自我凋零 就在男主为之感叹之时 发生精灵的碍泻却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男主等人来到了一片沙漠之中 就在经理两人为如何穿越这里感到头疼时 阿坤一脸嘚瑟地告诉他们 自己就是在这片沙漠出生的 所以这种问题应该请教他才能 看到两人期待的目光 阿坤也讲起了在沙漠里生存的诀窍 而第一点 就是一定不要在晚上行动 因为晚上天气虽然凉爽 但魔物和盗贼也会在这个时间触摸 所以在相对炎热的白天行动 才是最安全的 可他话还没说完 一群沙漠强盗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这下阿坤也傻了 没想到打脸来得这么突然 而在明白对方是来抢劫的之后 泰美便准备直接动手 见状精力也让男主躲进棺材藏好 看到这两个小妞这么牛逼 对方老大也将目光放在了快要中暑的男主身上 打算先从这个软狮子捏起 因为基尼和泰美无暇顾及这边 保护男主的责任也就落在了阿坤身上 但他一个冒充战士的小孩 根本就没有用过剑 看到他这副怂样 飞机头也更加嚣张了 让阿坤赶快滚到一旁去玩沙子 否则他就让坐下的蝎子给他来上一剂毒针 让他在追星刺骨的疼痛中死去 而听到这话 一心求死的男主顿时就来了精神 牛逼看到自己心爱的座器死掉 飞机头也打算一刀囊死男主 为蝎子报仇 然而就在这时 毕生狼嚎却让他停下了动作 因为这头狼最近一直在追杀他们 飞机头也只好带着手下暂时撤退 而在这群人离开之后 阿坤也带着男主三人 来到了他长大的孤儿院中 而院长也做了一大桌丰盛的食物来款待解 至于为何在资源匮乏的沙漠中 他们能有这么多食物 也是多亏了一位从未露面的好心人的捐赠 然而就在所有人夸赞院长做的饭好吃的时候 而在吃完饭之后 时间也到了晚上 见状院长赶忙将大门锁好 然后告诉几人 最近有一头身高两米半的狼人 一直在这附近徘徊 所以要是不想死的话 就千万别在晚上出门 然而男主却偏不听 趁着其他人睡着的时候 在外面闲逛了起来 但狼人没遇到 男主却只看到了遍地被狼人杀死的魔兽尸体 而另一边 太美在睡觉翻身时 不小心一拳砸在了阿坤脸上 而阿坤在醒来之后 却看到一道黑影在窗外闪过 于是阿坤便拿起大宝剑来到外面查看情况 可他才刚出门 就和对方撞了个正着 而这一下也把两人都给吓了一条 接着男人一边给阿坤解释自己不是小朋友 一边伸手捡起了掉在地上的蔬菜 见状阿坤也明白了过来 知道他就是一直为孤儿院捐赠食物的神秘人 见状男人也大方地承认了 但因为某些原因 他才选择的不露面 只要能看到孩子们能吃饱饭 他就觉得很幸福了 而两人的对话 也恰好被一旁的男主所听到 这时天色也亮了起来 阿坤本想让男人留下一起吃个早饭 但男人却不断拒绝了 文言阿坤也没有强留 只是让男人把他带到了他采集食物的绿洲 打算帮男人做点采集的工作 毕竟他那腿脚做这些肯定也挺费劲的 而这次有了阿坤的帮忙 孤儿院也收到了比以往播出数倍的食物 可在忙碌了一天之后 阿坤才刚进入甜美的梦乡 之前的那群强盗就找了过来 本来飞机头是打算来这里收取保护费的 可他却没想到 男主等人居然也在这里 不过这样也好 正好他也准备找男主等人报仇呢 说罢便指挥着小弟们朝起人冲了过去 虽然这些人并不是吉尼和泰美的对手 但却剩在人多 吉尼和泰美一时之间也无暇顾及其他 而看到飞机头手中的人质 阿坤虽然很想过去救他 但却始终无法鼓起勇气 这时之前的大叔也跑过来 将阿坤给带到了一个安全的角落 而看到阿坤痛恨自己懦弱的样子 大叔也仿佛看到了过去的自己 看到了那个被自己连累的少年 于是大叔便让阿坤躲在这里 接下来的事情交给他来处理 接着变成狼人的大叔 便冲进人群中开始大沙克杀了起来 然而看到他这副样子 阿坤却有些无法接受 就在大叔准备解决仅剩的飞机头之时 阿坤冲过来用剑挡住了大叔的攻击 因为阿坤很清楚 如果让他继续这么杀下去 原本那个温柔的大叔就再也回不来了 然而已经杀疯了的大叔 才懒得听这些废话 准备直接了结飞机头 然而阿坤却再次将他拦了下 剑撞大叔也是大怒 看到阿坤那双和少年一模一样的眼神 大叔也终于恢复了理智 并恢复了人形 然后在悔恨之中 说出了他的故事 原来在过去的世界 既是孤儿又是残疾人的大叔 一直都过着孤独的生活 但有一次他在被不良少年欺负时 一位少年却挺身而出 帮他赶走了这群不良 而也是从此之后 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他人的温暖 但可惜好景不长 那位少年很快就遭到了不良的报复 可正好撞到这一位的大叔 却因为懦弱而选择了逃跑 而也就是在这时 一辆异世界传送器突然出现 将他给带到了这个世界 然而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他也仍无法忘记那天发生的事情 要是自己这双腿能动起来的话 或许自己就能救下那位少年了 而听到此话 一直在一旁偷听的男主也听不下去 站出来质问大叔 没能救到少年的原因 真的是因为那双腿 而不是因为懦弱吗 看到被男主骂破防的大叔 阿坤赶忙拦住男主 让他别再继续说了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和男主一样坚强 因为他也是一个胆小鬼 总是在撒谎和逃避 所以他很能体会大叔的心情 这时大叔拦住了阿坤 并告诉阿坤 他并不是一个胆小鬼 毕竟刚刚正是他不顾生命威胁 用弱小力量阻止了自己继续犯错 而男主是 说完这句话之后 一道耀眼的光芒突然出现 将大叔给传送回了他原本的世界 并且时间线也恰好在他被卡车撞倒之后 但他却并没有受一点伤 穿越一世界就好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